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三课 就关于那个Angle of Elevation and Angle of Depressions 就是仰脚和扶脚 那么今天29号 9月29号 然后你们上个今天要学的是什么 要知道什么就是Angle of Elevation and Angle of Depressions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就是你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 就是要找出那个仰脚和扶脚 通常我们在生活上都有用到 不是说你没有用到 还有一个是说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去解决问题 要关系到这个 Parallel Lines and Interversions OK,In the Situations of Angle of Elevation and Angle of Depressions 那么你看这个啊,这个人做什么 就是Lang Survivor 就是突击局一个人在突击局 要看这个东西Elevation of Depressions 就是啊,通常你在要知道什么 所以说,Angle啊,这个角度啊 扶脚也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跟那个Lang Survivor 就是我们要知道怎样去用它 通常是用个机器来看 看出去 直直看过去就是什么 Horligent的水平线 OK 这个啊,这个人看出去直直看去 OK,没有抬头也没有低头的 那个姿姿是什么 它是水平线 OK,看这个眼睛出去啊 他的眼睛看到这个一个洞出去 然后仰望出去,他会知道角度 到底仰到多少 仰脚还是扶脚是多少 会看得到 OK,里面有那个图片会显出来 OK,不知道有人的去有水果啊 然后什么说,仰脚也图脚 When a person sees an object which is higher level 比如说,比那个Horligent的水平线更高的话 他的角度叫做,Angle of Elevation 就是仰脚啊 如果是说 OK,如果比那个水平线更低的话 它就是Angle of Depressions 这就是浮脚啊,OK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意思是羊脚 浮脚这个最重要的哈 这个是羊脚咯 然后水平线你在这边 眼睛在这边 OK,眼睛在这里 然后你看过去 就是过去 就是Horligent Line 就是水平线 然后你看上去 看一个 object 要一个东西 鸟啊 飞机啊 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把它抬头上去 那么这边也形成一个羊脚啊 就是Angle of Elevation 你看这个 这个人 这个人在这边看过去 眼睛看上去 就是Angle of Elevation 看那个飞机 看那架飞机 OK 然后看下来 看那只猫 那个是浮脚 Angle of Depressions OK,Angle of Depressions 看清楚哈 这个就是Angle of Depressions Horligent Line OK Horligent Line 最注意啊 要知道什么 叫做Angle of Elevation Horligent Line 就知道 要知道哈 这个 我也不懂为什么 把我 移上去 OK 那么 我们看这个 怎样去解决这个的问题 这边 OK 这个textbook里面 已经写过了 那天我也看到 等下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 怎样叫图角了 OK 这个 有一个 你看这个哈 Jasmin is standing on top of the field observing an aeroplane and aero OK represent the situation by drawing and labeling angle of angle air which represents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the airplane from the east Jasmin Jasmin OK 我们就可以 画一条哈 我们第一个 看它的 水平线 OK 水平线在哪里 从它眼睛看出去 那个就是水平线 OK 那我们就 画一个水平线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个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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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不到哈 对不对 看不到 因为 不是黑黑的 啊 就是水平线 这个是Horizun的Line OK 就是水平线 这条线 OK 看过去 然后我们看的 看上去的眼睛看上去的 叫做什么 angle of angle of 叫什么 angle of elevation OK 这边已经好像有18度 这个有看起来是18度 17度 看上去 这个看上去 这个看上去 这个看下来 是什么呢 看这个 这个 叫什么 这个叫做 石头 看这个石头看下来 是什么呢 这个是angle of depression OK angle of depression 看下来 啊 形成一个 这个东西的哈 这个最重要 要知道 然后这个 是什么 我们这个 又 穿起来 OK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A sorry OK 这个是A 这个是A 我们写这个A 在这边 OK A represent angle of elevation 这个呢 B 它说 And Leveling angle of B represent angle of depression 就是这个是B OK A跟B OK 最重要要知道什么 就是angle of levation angle of depression 这个最主要要记得哈 啊 我们看下一题 看一下我们 看下一题啊 OK 这下一题就是 我下一题就是 啊 在里面的textbook里面 194月 OK In the diagram PQR PQR 在哪里PQR 在哪里PQR 要知道在哪里PQR PQR在哪里PQR QR QTU It's a straight line 意思是这条线跟这条线 是一条直线来的 OK 一条直线 OK QTU 是一条直线 Find the value of X and Y X是什么 Y是什么 那么我们把它放开起来 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们放大一点 那么我们看清楚 啊 到底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angle of elevation 这个没有关系 angle of elevation 这个关系到 那个 paralless line and transverse的问题 哈 OK 那么我们看清楚 OK 简单去解决问题 就是 SY 简单走 嘞 那么 我们知道这边角度是多好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多好 角度在这边角度是多好 好 诶 跟我写不到 OK 这边88 这边也是88 哈 这边88 这边也是88 那么 怎样最早呢 那么我们要找这边多好大 多好大 OK 就是88 减掉 减掉 25 OK 就是 等于多好这个 8 18 减掉 25 就是 呃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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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S 怎样走呢 S 怎样走呢 那么 S 等于 等于多好 180 这个是 interior angle OK 180 减掉 63 希望你们看得到哈 就是整个就是 117 117 117 X是117 这个是 interior angle interior X给那个 80 63 是interior angle OK 我们有三种 interior angle corresponding angle and alternate angle 有三个 之前你学了 interior angle alternate angle and corresponding angle corresponding angle 有三个 我们有三个东西 要学到东西了 之前已经学过了 OK 重复一次 corresponding angle interior angle alternate angle j f z c ok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不要说 你不懂 ok interior angle 那么 我们找他 y的时候 一定要怎样去找呢 因为他这边是 parallel 看到这边parallel 吗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边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两个意思 他是 变形线 OK 变形线 那么 我们去怎样去解决 对啊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八十八这边也是八十八 我们就看清楚 这个啊 这个多少度 就是八十 这边都是八十 一百八十减八十八咯 就是九十二 那么 y是多少 呢 y是转移到 八十八 就是八十八 就是八十八 然后九十二跟八 y y也是 哎 看不到 sorry 那么我们 y等于多少呢 y等于 一百八十 解 九十十二 也是八十八 ok 八十八度 一样的东西 还要记得哈 interior angle 他们是属于interior angle 是不是 那都是interior angle 然后 我们下一题题目哈 啊 这个是要关系到 angle of elevation and depression 哈 我们看这题哈 把他破小一点 ok 看不到 他讲什么东西哈 这个是condominium 就在condominium 我们这边很少哈 ok you can see that 地彼女 是 you can see podcast 上转 他 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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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马 晋星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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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十八 十五 十八 十五 十五 八 Values of x and y 那么我们要确定 第一个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确认它有 就是如果有关系 Angle of Deplation and Angle of Elevation 第一个步骤,你要确定 那里是水平线 就是你从你的眼睛看出去 水平线看出去 这边有四个水平线 因为有四个人嘛 所以有四条水平线 我们有个人清楚水平线 就是 你看到我的尺 零度 有看到零度吗? 这边 零度在这边 那么我们要画一条线 零度出来 从这边看出来 看到吗? 这个是水平线 这个是Karma的水平线 阿迪拉的水平线 是在这里 这个是阿迪拉 OK,阿迪拉 啊 然后下一个呢 叫做David 我们看David 我们看David的水平线是什么 动不了 OK 我们看到水平线 这个 这个 这个又不能够动了 这么动不了 糟糕 又来 用手 一定要用手 哎 哎呀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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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手 这个是他的 是谁的水平线 这个是Cindy的水平线 这个Cindy的水平线 看过 他的眼睛看出去 水平线 然后我们看一个David 一有他的水平线 因为他眼睛看出去 就水平线了 第一个确认是什么水平线 OK 这个是水平线来的 那么我把这个字 不用先走开 OK 不过后呢 我们看 他讲啊 这边Angle of Elevation of Cindy from David David去看Cindy OK Elevation是看上去 David去看Cindy 看上去 就是说在这边角度 啊 我们就看清楚在那里 这个词可以拿开的 那么在那里啊 多少度啊 15度 他讲15度 David看Cindy OK 你要看清楚他讲什么 Cindy from David from David 是从David看Cindy 意思说 从David去看Cindy 不是Cindy看David from David 是从David那边来的 原本是David的 去看Cindy OK 你要看清楚他的语言 不然你练不 练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去David那边 from David OK 是15度 是15度 这边写15度啊 OK 25度 25度 然后 然后第二个呢 他这边也有讲哈 The angle of elevation Adila from Cindy 就是说从Cindy看Adila Cindy去看Adila 是18度 这边有写哈 18度 Eating 也在这边18度 他讲的哈 题目哦 不是我讲的哈 然后 要看清楚 他题目一定要 要明白 题目讲什么东西哈 The angle of depression Depression是看下去的 OK 扶脚 Adila from Karma Karma在哪里 from Karma 是从Karma那边看过来 看Adila 也说40度下来 也说在这边 40度 OK 从Karma你要看其他题目是讲什么东西哈 现在他问你 X跟Y是多好哈 那么你要认清楚哈 那么你一定要apply 之前的有 那么叫做 Alternate Angle Corresponding Angle OK OK 那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等一下去研究 研究 来 OK 第一个 我们要认清楚 在那里 OK 15度跟那里15度一样的 这边15度 OK 我把他比 比心放小一点哈 太大了哈 OK OK 比心再大了哈 这边 这边哈 那么多少度啊 也是15度 OK 就下面一模一样 15度 对不对 这个是 Alternate Angle Alternate Angle 那么 X就可以找到是多好咯 X是多好啊 我们就看了 X 等于 看清楚咯 X就是两个加那个角度 两个角度加起来咯 18度 哎呀 加 加 15度 啊 就是33度 啊 OK 33度 这个是一定要知道哈 不是 这个一定要知道了哈 然后Y 然后Y 怎样找咯 当然要知道 就是 就18度啊 其实这边也是18度哈 我又把它 18度这边也是18度 根据那个 也是18度这边 啊 也是Alternate Angle 啊 那么这边也是40度 跟上面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Parallel 这个Parallel 哎哟 OK Parallel 它们是Parallel 是并行线 OK 并行线 OK 并行线 它们是并行线来的 那么我们要apply咯 那么Y就可以找到45 好吗呢 Y是什么呢 Y等于 18 加40度 会简单吗 58度 嗯 你们要看清楚哈 也没有长余 你们也没有长余 你们也没有长余 没有长余 我的上课是 OK 没有长余 那么你要认清楚是什么呢 OK 我们下一题 OK 我们看这一题 In the diagram PQR And UTS Is the straight line Find the value of X and Y 很简单 X是什么 Y是什么 啊 我们第一个要猜清楚 这边多少度 我 我 换个 这个多少度 这个多少度 180度 减掉135 对吗 就是说 是45度哈 对不对 45度这边 因为一条直线嘛 OK 一条直线 那么 X都好嘞 很简单的 X也要走嘞 我们就看这边咯 这边看 太大了哈 我把它换小一点 把它换小一点 OK 这边 我们看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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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OK 这个是alternate angle 就是X等于45 对吗 还要去算吗 还要去算吗 不用算 45度 很简单 对吗 那么Y 怎样走嘞 就是180度 这个三角形 对不对 这个是三角形吗 这个是三角形哦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来的 什么颜色 我把它换成这个颜色 我换成哪一个颜色 这个 换小一点 其实这个是三角形 对不对 是不是 三角形 啊 三角形 也是看不到你们 嗯 换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呢 嗯 这个颜色哈 OK 看下能够吗 OK 看到吗 嗯 看不到 嗯 OK 就是我把它擦掉咯 诶 嗯 这个擦掉 我不知道能够擦吗 OK 三角形 它是三角形来的 OK 三角形 OK 三角形 那么性价一个三角形的话 意思说180-Y等于多少叻 就是Y等于180度 因为三角形嘛 OK Y等于180度 就三个角度加起来180度嘛 那么Y就是180-45度 OK 减掉 42度 啊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怎样做咯 八四七 九十三度咯 OK 九十三度 OK 九十三度 OK 就是这样的题目这个 OK 下一题咯 我们看下一题哈 下一题怎样去弄哈 哇 越来越少人哈 嗯 要不要长余你们 啊 这题怎样日日去做咯 啊 有人讲话了哈 有讲话吗 啊 没有长余就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厌 没有兴趣对不对 那么X怎样找啊 谁跟我讲 就是没有你们没有笔好写 对不对 之前给你们讲 又不能够哈 OK Find the value of X and Y X怎样找 XX interior angle 看清楚啊 Internet angle啊 那这个 我们所谓的Internet angle 就是这个 这个Internet angle 意思说这两个角度加起来 X加74等于180 180 就是X等于180 减掉 74 就是这么简单 Internet angle 我们就是所谓Internet angle 就是 多好 106度 那么Y怎样找嘞 啊 Y怎样找 当然又 又想越幻化了 对不对 对不对 OK 那么我把这个擦掉 OK擦掉先 那么我又看清楚啊 这个也是Internet angle 看到吗 Internet angle 也不需要 我就是Internet angle 看到吗 Internet angle 意思说这边角度也是多好多 这边角度也应该是52度 对吗 应该是52度 这边多好嘞 这个是180减 110 这边70度 不需要算了哈 不需要 就太简单了 不需要指示给我们看 OK 不需要指示来写哈 不用 No need to write down the working step 因为很容易 180 070 所以 最终的是180 然后 我们看清楚这边 你必须明白 这边 这边是 我们称 是 圆形 圆形 所以 最终的三角度 在圆形 是180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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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 圆形 是180 所以 所以 是 是 180 -70 -52 好 所以 58 很容易 很容易 因为我 使用 是的 有些人 会问 有没有人 这里 好 所以 你必须明白 问题 如何解决 问题 走到 问题 好 这些是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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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我认识 105 答案 190 95 96 你可以 开标识标识 196 好 问题 第三 Diagram QRST 是一线 找一线 X和Y 哇 你必须明白 那些 哪些 会指定 它们是一线 你能看到 这些是 指定 它们是一线 一线 好 你必须 第一 你必须 指定 一线 好 好 好 你必须明白 哪些是一线 这些是一线 这些是一线 很重要 第一 第二 第二 是 你必须明白 三 如果 你要明白 你必须 关系 到 三线 好 你必须明白 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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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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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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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来与变化和通过 好 在这里 你会拥有 拥有 如何拥有问题 我需要拥有问题 第一次 第一次你需要明白这个 后来你需要找出OX和Y 所以从这里 你会拥有 明白 它们是变化 你能看到啊 X怎么能找到很容易 我认识你 你能看到我描写这一样 这一样 这一样是通过 那一样是通过 所以X必须是100 25 很容易 根据到角度相互 好的 你能看到吗 所以你能看到 这一样是通过 TQ是通过 PQ和QUS是通过 所以我们能够发生 发生的角度 角度相互 啊不不 角度相互 角度相互 X必须是100 25 所以怎么找到Y 啊 很容易 25 怎么找到Y So very easy You need to draw 呃 Line What is parallel to UX or PQ You need to Do a parallel What is parallel to UX or PQ 要发一个一条 在那里一条直线 Pallallor 这个你要看你的 会明白哈 就是这个问题哈 就是parallor 它是parallor来的 OK 那么我这个先插线哈 这个没有关系了 之前已经sopt了 好 现在我们看 怎样去找那个Y 哈 OK 那么我们要先去除 这边是多少度 呃 这个是多少度 啊 多少度这边 也是125 125 这边125哈 这边125哈 125哈 OK 那么 问题啊 它叫Y 意思说这边没有 这边是没有的 看到吗 这边没有 看到吗 这边 这个其实是25度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它是 因为它们是 固定的 OK 固定的 25 25 这边是 这边是 Y应该是 125 25 -25 那么容易 OK Y应该是 125 OK -25 OK We get 100 for Y 啊 You need to understand Fact Is there a question Here to b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OK 就说你要明白它 那的话你要知道 怎样去做它 就是这样的哈 就是125-25 OK 我把这个 插掉先 就是125 就是要知道 是怎样去做它 哈 我们试试看下一题 OK 分明白吗 那么你要用你的脑想一下去解决问题 哈 第四题 OK 第四题是什么呢 OK Diagnetal F 三区呢 就是六角形 点边 点边 六角形 哈 Wooden frame PQRXTU Resting on the Holiginal ground State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Q from O Q到O Q到O 是怎样的 O Q到O 是多少 OK 起势啊 Elevation 怎样走呢 Q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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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Q 60度啦 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是360度对不对 这位整体是360度啊对不对 谁会看得到吗 这边可能你看不到我画什么东西啊 这条看到吗 也是看不到 那么这个 360度 因为它是Hexagonal wooden 这个是它是一个 点边的 其实是点边的 它一定要想 regulate hexagonal wooden 就是360 意思是每一个角度是360度除6 OK 除6 就是每一个边哪一个interact angle是60度 意思是每一个这边60度 OK 诶 OK 60度 比如说这个60度来的 这边60度 那么A代表什么 A写什么东西 A其实它讲要找它elevation Q from O O去看Q 其实是60度 那60度已经我那边写了60度 OK State the angle of depression of T from O T from O T from O OK Angle of the angle of elevation Angle of elevation Angle of depression 不可能超过 90度 一定要知道 OK 不可能去超过90度 这个阳脖子 这个阳脖子和腹脖子不可能是超过 一定是AQ angle AQ angle AQ angle 就是角度是少过90度 OK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r angle of depression should be an acute angle where is less than 90 degree OK OK which is less than 90 degree there is meaning here so what is meaning here we are going to be to be here 60 degree so also B is also to be OK B also is 60 degree Angle of depression also 60 degree OK is also to 60 degree OK 不可能是120 120 OK 由于情况 you are going to see go to the lut this question before we go for the wallbook exercise OK so in the diagram vuts and pqr are straight line find a value of x and y value of x and y how to find the value of x and y we can see here ah how to find the x and y ok find the angle of reflection of x and y ah you can i make it bigger ah ish or cannot be bigger like the one x and y okay we can see here angle of x and y how to find it then very easy first you need to identify the the one x and y this one x and y you need to make it bigger ah this one x and y parallel they are parallel the other one is to be this one ah ah they are indicating they are parallel toupage or parallel lines okay you have 2 or 3 serie beam 行 so we go for this one you can see yeah so x what is the x yeah 当三千 都好啊 x 都好啊 我已经画出来了咯 它是corresponding angle x 都好 糟糕 没人要上课这样 有诶 行啊 还是不懂 就是x 等于70啊 对不对 x 就是70 这边 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看到吗 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它是属于corresponding angle 哦 还是不懂齁 难齁对不对 这个头脑要 要灵活对不对 还没有睡醒就不能够做这个 还没有睡醒齁 还没有冲凉 那么 y 等下走 hello y 等下走啊 糟糕 那么 现在我把这个全部要擦掉齁 不然会打扰 打扰我们的数仙齁 这个我们现在要找y 怎样找y呢 怎样找y呢 蛤 蛤 怎样找y y 在那里会看一样的 啊 第一个你要看清楚这边啊 这个是 alternate angle看到吗 就是并行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这个也是y对不对 对不对 哦 没有人回答啊 这个是y来的 跟上面英文一样的 z we call it is alternate angle ok y ok y alternate angle ok 会明白 y会懂吗 哎呀 难咯 哎 y都不见掉 y在这边 我把它擦掉了齁 因为打扰我们的视线 y已经找到就擦掉了啦 对不对 擦掉了 y 嗯 那么 你只这样子找 如果好怎样找 会懂吗 糟糕 找不到对不对 呀 那么你一定要会找到这个是多好多 62度 那么我们呢 怎样找 x已经说70度了 已经找了对不对 这边70度了对不对 啊所以跟我讲怎样找x 那怎样找y x已经找了嘛 x70度嘛 已经写上去了 那么 y怎样找 所以跟我讲 看不到 看不到 还是不能够 谁看得到 只跟我讲 开麦给我讲 40度 什么意思40度啊 不可能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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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不可能40度啊喂 糟糕 没有人会明白糟糕了啦 你有看到一个三角形吗 嗯 y40度不可能40度 他没有跟你讲 他最烂的两条线是 hello 你有看到那个三角形吗 那么到底是多好 y是多好 你把 你把 把你的 那个卡卡的上一下 y到底是多好 有个三角形 有哈 有看到 三角形 哪一个是三角形 以便你能够找他 y是多好 啊 谁跟我讲 y 还是不懂 啊 还是 很不明白 very difficult哈 哇 糟糕了 还是很难 多好啊 谁给我答案 why 没有人会知道哈 完蛋了这样 那我上课有什么意义这样 没人会知道 可是糟糕 没人会懂 啊 那我上课没有意义 又这样咯 喂 多好 不要 今天算啊 知道吗 还是不懂 三角形 哪一个三角形 你会看到三角形 那里有三角形的 啊 所以要给我解答 48哈 有人找到48 啊 三角形哈 三角形在这边 啊 三角形在这边 这个 我所谓的这个三角形 这个是这个三角形 啊 三角形 看到吗 三角形 那么三角形呢 里面三个角度 对不对 总共是多好啊 180 啊 180 那么你要知道怎样走 了哈 180简单 两个角度就是歪了啦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180 减掉 70度 再减掉62 110 减62 嗯 对啊 48 啊 不可能哈 哦 180 180-70 110 110 110-62 等于48 对啦 48度 OK 48度 所以说 会懂的哈 嗯 OK啊 会理解哈 啊 嗯 这个会理解吗 这个 啊 这个你会懂吗 所以会懂 这个第三题也会嘛 有上课吗 刚才 嗯 因为我没有发问哈 最重要有 有 有给你们长语 对吧 我把它擦掉 什么都擦掉 这个也擦掉 OK 嗯 啊 那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看什么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他 看什么 parallel 这个 这个东西 那两条线是parallel来的哈 这个一定要看到了 然后 然后 X要找叻 要看F4 这个东西咯 这个条线 看 跟这条线 那就是parallel来的 这两个是parallel 对不对 parallel 然后你要找 X就是等于多好 X等于 就是agenda 125啦 125度呢 因为这个角度 跟这个角度一模一样 啊 这个一定要会看得到 你可以多加一个 这个parallel line 没有错哈 你要看到有一点问题啊 你可以多加一个 parallel line 并行线 那么你要 你要加一个 并行线 跟这个 并行线哈 并行线 加一个 并行线在那边 没有 没有错了哈 OK 并行线 比如说 跟这个 parallel OK 加一个 并行线上去 没有问题的 这边25度嘛 这边跟这个一模一样啊 这边跟这个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一模一模一样 Ordonate angle 它属于Ordonate angle 它属于Ordonate angle 所以说 融错 太大了 然后并行线 然后并行线 OK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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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OK 25度 所以说 这边是25度 哎呀 25度 OK 这个25度 所以说 要知道是什么 25度在哪里 25度在这边 那么 这边也是 125 这边也是 125 这边也是 125 就是Y等于125 这边是Y等于多哈 125 125 减掉25 100度 要明白哈 OK 我们看现在我们看 Wordboard里面 里面的Wordboard 106页 请翻开你们的106页 OK 106页 我们只找106啊 106我没有确定 这个是什么 属于哪一个 Angle of Departation 还是Angle of Elevation 看这个图片 这个人看上去是什么 Departation 还是Elevation Hello 106页 哪一个啊 它是什么 Angle of 它是什么 Angle of Elevation 仰脚 Elevation 写下来 把答案写下来 你的卧部里面 Angle of Elevation 华语叫做什么啊 仰脚哈 我不知道 就是这样 比方的 也没有对我 我儿子都不懂啊 OK 仰脚 仰脚 OK 这个比 比 比较好 但是这个 比较 OK Angle of Elevation 我们是 仰脚 仰 仰木人家 仰脚哈 这个呢 飞机降落 Landing 那么20度 就是属于什么 这个 Angle of Depression Depression 浮脚哈 我不知道怎样写 应该是 浮 浮 浮 我也不懂怎样写 不管它了 Angle of Depression 英文要懂啦 OK OK 看下一题 第23题 106月 我们要确定 确定是哪一个是 Angle of Depression from ship from the lighthouse 那里 对 OK 那么你要确定 Angle of Depression 是 from lighthouse 就是从 那个lighthouse 那边有火那边 看下去它的 那个ship 看那个床哈 那Angle of Depression 在哪里 你要画咯 用词来画 OK 用词来画 很简单的 这个是它的 它的 它的什么 并水平线 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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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le of Depression 在哪里 英格在哪里 很简单 就是在这里 对什么 这个是 Angle of Depression 对 啊 有一个水平线 看下来是 Angle of Depression 今天 把它来画一下 哈 就是说 这边就是 一样下来 这边90度 跟这个一模一样哈 Angle of Depression OK 把它写一下 抄下来 我们看下一题 等一下 OK 写一下画了没有 画一条水平线 拍一条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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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写那个 Angle of Depression 那个角度 扶角 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好了我们就去下一题了 23db OK 好了没有 好了哈 很简单对吗 好了没有 没有作业步 我现在才问啊 我已经讲到 我作业步 作业步 106页 哦 还在 啊 106页 这边我已经写了呢 这边 握布106页 就是握布里面握布 这个你要 它这个50度 是属于 Angle of Elevation 写一下 Angle of Elevation OK 106页 第22题 Angle of Elevation 写好了没有 B呢 是Angle of Depression 那个20度哈 20度 Angle of Depression 写一下 然后 很简单啊对不对 然后 第23题 就是106页的 工作业步 写一下 这边 Angle of Depression 画一条水平线 用词来画一条水平线 从那个 House 画水平线过去 然后画一个角度那边 然后你写成一个 Angle of Depression Angle of Depression 然后写 S Angle of Depression 写 X 它叫你写 X 它没有叫你写 Angle of Depression 没有写整个 写一个 Angle of Depression 写一个 一个 X X 它叫你写一个 X 它题目讲 Label那个 Angle 是 Angle X OK 然后CIT 看题目 它说 Label S Label的Angle S X 我们先来看CIT B 画一条水平线 然后 Angle X 然后看这个 Angle of Elevation of the Butterfly from the CAC 从CAC 去看那个 那个 Butterfly 意思是 那只 那只 那只猫 看那个 腐蝶 对不对 那么你 要画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要画一个 怎样 啊 啊 画一条水平线 从那个 Promed CAC 意思是CAC 那边 画一个水平线 画一条水平线 哎呀 画不到 中文画不到 了 啊 嗯 OK 使劲线 然后 那Angle 画一个Angle 这边角度 这边画一个 那个角度 写X这边 看到吗 然后多画一条线呢 这边呢 就是90度啦 直线下来 横线 交叉直线 变成直角三角形 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看到吗 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很简单 很简单 对吗 对 OK 啊 就说这边是直角三角形 哎 拿开 90度 OK 那么你要看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 你要看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个直毛看那个蝴蝶 啊 那么看上去是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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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上去 就是看上去 画好了没有 会简单吗 嗯 很简单哈 哇 其实啊 很难的 我这个我看来不及了 就是这个 好了没有 我们 下一次才讨论下一题了 哈 有问题吗 画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哈